风轨民觉,调查尚在进行,形势似乎相当不利,不过平心而论,至少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,北京电影学院求学时期,林天林的学霸,人事基本无庸置疑。 12日,消息人士向上由新闻记者爆料,图文并茂地回顾了北京学霸迪天林的高官往昔。据迪天林此前接受采访十字数,他当年高考580多分,数学19分,文宗270多分,估算起来语文和英语,平均在145分。 若属实,这样的底子别说在北电表演戏,放到绝大多数985、211文科院戏,都是毫无疑问的学霸级。 那么,从北电本科起开挂,似乎并不奇怪。 迪天林在本科一年级就读时,就获得2006、2007学年度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奖。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工作网,截图本科二年级就读期间,被评为2007、2008学年三好学生,优秀学生干部,北京电影学院2008年百名学峰标兵,学峰建设先进个人,并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,持得奖学金。 2010年,迪天林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,直接身为电影学院的研究生。 直到2014年,被捕录为博士研究生。 他在北电的12年期间,获得诸多表彰与奖学金。 这些,丰功伟绩,见证了,学霸,在北影读书时的,光辉岁月。 北京电影学院官网截图上有新闻综合。